大家注意到这几天发生什么事 昨天我看到你们大家做PPT的时候 有讲到这个问题 还有包括今天PPT 整个纽约的办公室空置率35到40 黑石好几栋楼就在这个楼旁边 上几亿美元的楼 十几万平方尺放弃了 昨天我去一个山里边 山里边是美国最大的一个 美国最大的玩具公司 叫Toy's Art 大家知道破产了 160个A格 50多万平方尺的楼 超级现代 而且是在1960年 应该是当年 威利安姆福克斯帮的设计的 或者是当时菲利普帮的设计的 天才机制大师设计的 这么漂亮的楼 1900万 包含一切 包含一切 我说你们这个楼能不能给我们呢 我们想办成GEDU教育 58万尺啊 在一个山脉上 而且那个建筑漂亮的不行 而且都是那种日式的那种那种景观 露台 空间还很大 而且那个两座楼的这下面还是通着的 背对着一个湖 然后昨天我就在说这话的路上 就有一个麦哈顿一个人找我 说你们这个基金有没有兴趣买个大楼啊 这是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楼 我不能说啊 我说多少钱 你的楼 他说原来是13亿美元 现在给你谈一谈7亿美元 我说没兴趣买 我本人是买不起 我家族也没兴趣 我给你介绍个人 就在我把这个消息转发出不到30分钟 这哥们说 你误会了吗 你给人说错了 我说的是7亿美元 可以定价 你先把楼先拿走 先付上2亿 就现在他急需付的贷款 剩下钱缓其付 2亿现金买一个13亿 就在我们旁边一个麦哈顿排前10的楼 经济危机是什么概念 这是共产党最想干的 上下左右 他来的一把 胡了胡了 但是兄弟姐妹们 这一天是一定会来的 麦哈顿的世界的金融危机 但是共产党这个干完以后 最大收益者是新中国联邦 就像现在俄罗斯那些富豪 说能不能英国政府 你给我留点吃饭的钱呢 卡也疯了 船也疯了 车也疯了 自己没有了 你一天最起码给我300磅嘛 是吧 就是要300磅 那哥们给我联络 麦老子 你叫我一天 能让我给我个1000磅 让我能吃饭 我说你那房子多大呀 他说我这房子倒挺好 我提前支付了一年的工资 但是我吃饭前没有啊 他说我得给我现在工人要饭吃 那什么概念 这些人最恨谁 恨普京 你说卖房子打折的人最恨谁 恨习近平 但愿他不要恨中国人 金融危机不来 共产党灭了 对我们也不是好事 金融危机来了 全球灭共 就彻底干净灭共 关键灭共 得把共产党的钱也得给他拿回去 你给你把他灭了 钱找不着 咱灭他干啥呀 是不是 这脸上都得要有 所以说兄弟 你放心文空 那一刻很快会到来了